首先给咱们中超的本土球员更多锻炼机 我感觉足队杯 因为现在的整体形势就是外援的归队情况和整体的投入情况 现在足队杯的比赛 给人感觉现在外援 就是在中超层面并没有把球队当中 像以往所有的外援同时派上出场 现在伊沃回撤要求 他正确的正确直接打 犹豫了 犹豫了 卡兰迦上来之后的投球攻门 这个球其实如果说门将出的坚决一点的话 卡兰迦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就是这犹豫这不到半秒钟的时间 让卡兰迦来了一个二次加速 投球顶进空门 否则不出来 邓小卫否则不出来的话 在门里边 虽然这球啊 依我船的这个时机点也很好 是吧 但是呢这球呢就是他在空中掉弹地的时候 速度减慢的时候 刚才 朱老师谈到了 邓小卫出来坚决点 否则的话就还不如不出来 就这一下 就这一下 其实本来在这一瞬间的时候 如果说门将邓小卫不出来 卡兰迦处理的时候 可能不会特别的舒服 因为他得需要先把球给控制下来 然后调整在射门 是 但是看到门将出来之后 速开始的那时间二十分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看看谁能够突然间的发力 这个球打到前点 张笑已经包抄到位了 但是身前应该是顾操 做了一个保护 这个球顾操呢 虽然没有做动作 但是他的身体 能够做一下 好的 卡兰迦处理 有机会再打这个球 被邓小卫扑出来 紧跟着捕射 陈博 没有能够打在门口范围里 首先看他有没有越位的嫌疑 再有一个 邓小卫扑着拍出的球的力量比较大 让他没有调整的时间 好像就直接感觉到 有点拍到他身上的感觉 还真没越位 这球啊 他真有 就像陈博啊 我看啊 他有时间调整 对 你打 除去两阶级也是一样 卡兰迦速度已经上来了 分了一个反角 不错 视野很开阔 拿得也好 再传 再打 哎呀 陈博又一次跟进球擦肩而过 卡兰迦再补 你看这种哪位队员 是 一个反向的传球 就这一下 漂亮 应该是 应该从这个位置上来看 应该是中进宝 快速跟进 传中球和包招队员的时机啊 也很好 这吃饭不会了 还是有这 运气差一点 是 迪利波拉提这个球选择传的 也是相当不错 贴地球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离地 往前给 布亚图雷 哎 漂亮一个节奏变化 再打球进了 69分钟 中进宝 中进宝 在两次侧动进攻 未果之后 到60分钟 69分钟 自己来吧 当然这个球 也是从中路分到右边 然后这个布亚图雷的过人 再回敲 布亚图雷也算是鞠躬之伟 其实在这个位置上 刘乐应该是做好准备 布亚图雷肯定不会在这就直接传了 因为他已经足够靠近了 所以说他应该对对方有这样一个准备 另外一个就是这这一瞬间啊 重庆两江竞技队的这个双后腰 没有一个人在保护防线的位置上 其中边路传中 二陈杰 因为没有高点 那只能登记往中路伸透 这个球是烦的 没有看到自己队友的好位 这个时候主打扮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果